食品 這個跨領域就很重要 對不對 這個各產業 你看電子 鋼鐵 教育 醫療 傳法 這個幾乎都需要跨領域 而且他們都需要資訊 都需要會寫程式的人 唸資訊 純資訊的比較辛苦 就是它前面的應用端要有琢磨 或是要有策略 或者是要有掛鉤 然後後面的工具端 那就是你們本來就要有的 我們來比較一下 資訊進到每個領域裡面的 例如說財經進到資訊的 跨到資訊可以月薪三萬二 如果是資訊自己的 在資訊的領域裡面只有三萬塊 那到了碩士 資訊四萬三千九 算四萬四 財經四萬四多三千塊 就是三千塊大概就是交通費 交通費左右 就是桃園跟北北基交通費合起來三千塊 接下來寫履歷就是化妝 你第一關就一定要讓對方決定你面試 所以這個推薦信很重要 推薦合宜 然後跟履歷 根據推薦信把履歷給寫完之後 就會得到面試的機會 面試的機會 一分鐘內你要講 你想要讓對方知道的事情 沒有被通知面試的都是這些 條件跟工作內容不符合 還有你的照片你沒附 這是最忌諱 生活照修太大那些下巴太尖 這個都盡量不要 錯字網路用語 碰碰沒有實力 這個都是很忌諱 對 痣狀太長 有沒有 流水障 不要 看完這支影片 如果你喜歡 動動手指頭轉發出去 給你的朋友圈 讓更多人看到 立刻幫我們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小鈴鐺 你的鼓勵是我們 持續做更好影片的動力喔